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白萝卜 今天用白萝卜分享一个丸子的新吃法 软软鲜香 比较油炸也很好吃 准备好的白萝卜先擦成洗丝 白萝卜的汗水量大 加点湿盐 搅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杀一下里面的水分 接下来一小把香菇 用温水泡软 然后把香菇放到菜板上 切成碎丁 切好的香菇丁放到盘子里备用 再加一些肉增加口感 把肉剁成末 锅里的油热倒入肉末煸炒 把肉末炒散 炒至颜色发白 倒入葱姜末炒出香味 把香菇丁倒进来 炒出香菇的水分 再来调一下味 加入生抽 蚝油 食盐和五香粉 翻满均匀时候先放在一边 现在的萝卜丝也腌好了 几乎里面多余的水分 放到大碗里 把超好的香菇肉末也倒进来 这里加上淀粉是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做出来的丸子更筋道好吃 把淀粉抓满均匀 抓一小块放到手里 把它连回地捏紧 团成圆形 然后放到盘子里 水开放入蒸锅里 上锅蒸十分钟 蒸好后打开看一下 满厨房的香味 上面撒一点香葱 蒸香点缀 这样做的萝卜丸子 鲜香好吃 营养不流逝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感谢支持 下期见